各位好我是大叔 歡迎各位收看Delicious and Millicent Call of Life的遊戲影片 那這一次的影片 這次的遊戲影片是美味餐廳的系列 那大概是 震誕節之後的故事發展部分 那看這圖片大概各位就 大家看得出來說其實就是 Amy他又多懷了一位 多懷了寶寶啦 那至於是弟弟還是妹妹其實就不太知道了 那一開始的遊戲的音樂其實還蠻柔和的 那雖然說儘管是很大聲啦 那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的有 不知道為什麼從這一次的遊戲開始他的畫面沒有辦法再調整 之前前面的系列還可以做一下調整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次的 這一次的他作品居然沒有辦法調整其實他感到有點 訝異啦 不過這對 雖然說操縱方面其實會有點麻煩 不過至少我錄製的畫面不像之前幾個系列 不像前面幾個作品說會 畫面抓不太準 算是各有各有各的好處 好那就開始遊玩啦 那一樣啦 呃 我原本是想說以一小時為優先啦但是 呃 一到十為優先啦不過我想還是做一下調整 畢竟 Emily的系列我其實都還蠻喜歡的啦 那這一次他不知道成就的部分有沒有做一些更改 但如果說沒有的話我就算了 好那就從第1關開始啦 喔對啦他有一個開頭畫面我其實要想辦法重新錄一下 我這邊先暫停一下我重新開一下 他這個開頭動畫其實有點 有點那個 很可惜的地方是說他沒有辦法再回顧像前面 幾個作品中 你就算跳過開頭動畫其實還是可以回去回顧一下 我這邊想說他這應該也會像伊亡的作品一樣可以回顧一下結果沒想到完全 不行 那那個時候是都跳過啊所以故事我都沒有看 所以我才會 才會說又重新開一下 都沒有看在那天 所以我一定要在那裡 逛街上 全都沒有想要 還可以 又要 小孩子就是這種的天真無邪啊 不知道為什麼他下面這個是音樂沒有那個字幕啊 他不叫那個 聖誕節的時候還有還有那個歌詞啊 有時候很懷念小時候會這麼天真無邪長大就哎 他看起來Emily是 看起來Emily應該是不運的 1分 ensh 1分 ensh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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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1分 1分 好 他的標題出現了 現在Emily還搞Live秀喔 去看看 來看看 來看看 變成唷 只要想到 然後呢 來看看 要來看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剛剛其實 我其實有偷瞄一下說 他成就有一個事情 教 要看教學 我覺得有點機車啊 你知道 Kevin 要 Bismarcl打開 sits馬上來bridge 甚麼花之魚 說啞子 érique片 小飼員和幫我盈縱 咦 書文 放到這邊 我發現他 這一次這一代的那個 客人思考方式好像有點變慢了 他人數不足 他人數不足 好 這句話 稍微等一下吧 那不知道說他這一代能不能像前面的作品說可以洗金幣啦 阿芒 我把你放一 上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有300块 看看可以买什么东西哦 还差50块 好 挑战吧 所以看起来他这个商店是从这边买然后里面就不会再升级的样子 有点像那个之前玩那个时尚修那个时候的感觉 好 开始吧 服务13位客人好 没问题 好 我们让他稍微等一下 我是觉得从这一代开始他的客人思考方式就有点慢了 绿子咖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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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